资博烧烤凉了 大量烧烤关门倒闭 很多跟风驱蹭热度 去资博开烧烤店的老板都窥穿底裤了 在资博烧烤最红的时候 队长就有过判断 资博烧烤缺少地域的独特性和地方文化的载体 只能红一时 无法成青 资博烧烤吃的是人情世故 是山东人的热情好客 坦诚相待 物美价廉 而形成的口碑式营销 但最核心的价值在于 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爆发出来的惊人的流量 做过直播的就知道 一个主播带货 首先要有流量 然后才有流量的转化 资博政府做得最好的 就是对流量的承接转化 没有被流量冲昏头脑 而是在海量的流量中 为各地游客尽量地提供好的服务 形成良好的口碑 延长流量的周期 提高流量的转化率 一旦失去了流量 资博烧烤 就会立即现出原形 因为资博烧烤 不是第一天就出现的 而是一直都有的 资博烧烤的爆红 也不是因为烧烤本身 而是单一事件 引爆海量的社交媒体流量 烧烤本身不具有竞争力 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庸的产品 在全国各地都不缺烧烤 资博的烧烤 面临的竞争 来源于中国所有的城市 一个在家门口就能吃到的东西 没有人会三番五次地跑去资博吃 在忘记烧烤 重新认识资博一文中 队长就明确指出了 资博所面临的产业痛点 资博是一座重工业城市 主攻的是石油化工 化学冶炼 这就跟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一样 它的核心 一定是无法脱离重工业 而是在原来的重工业基础之上 去提升重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把重工业做到世界顶流 重工业 化学工业都是基础工业 市场规模极大 利润也极为丰厚 像美国的PPG集团 德国的巴斯夫集团 白俄罗斯的贝拉斯集团 以及法国的奥尔斯通集团等 都是世界顶尖的重工业 化学工业公司 中国的沈阳基床也曾登顶世界 但最后又被德国 日本打趴下 如果我们要振兴沈阳 必然是要振兴沈阳的重工业 化学工业 机械工业 让沈阳基床重振雄风 而不是去搞什么沈阳烧烤城 沈阳按摩城 沈阳洗浴城 资博的支柱产业 毫无疑问就是化学工业 重工业 资博的化工上市公司就有十家 如其祥腾达 瑞丰高材 魏明医药 蓝藩医疗 荣华新材 山东赫达 鲁阳节能 凯盛新材 联创股份 冬月归财等 打开资博企业排行榜前十名 放眼望去 化工 重工 几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另外 资博医药产业的底子也相当扎实 可以压住复兴中医药 与民间老板蜂拥投资烧烤店不同 资博市政府就非常的头脑清醒 当舆论都在讨论资博烧烤时 资博市政府却在忙着借助烧烤的东风 招商引资 资博市政府的领导很清晰 烧烤是拉不动GDP的 也是不长久的 在资博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不是烧烤 而是产业投资 就在人们因为烧烤而狂欢时 资博市政府搞定了510个大型投资项目 总金额6100亿 其中 年度计划投资1265亿 产业项目411个 城市建设项目99个 这才是人间清醒 这才是不被流量所裹挟 这才叫唯一座城做长久计 可是普通的老百姓看不懂资博 他们眼里看见的是 隔壁老王开烧烤店 一个月就赚了10万20万 这么赚钱的生意 咱们怎么能不加入呢 打铁要趁热赶紧上车 因为烧烤投资火爆 资博本地的银行还推出了烧烤贷 你没钱开烧烤店没关系 银行给你贷款 给你加杠杆 把店开起来 可是做流量生意 有一个固定的特点 先入局者 赚的盆满钵满 后入局者 输的底裤都不剩 要打造一个地域特色产业 首先它就得有排他行 除了资博 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家 这个才叫地域产业的独特性 但烧烤过于平庸 过于大众 是一个唾手可得的东西 它既没有失忆 也不在远方 难以形成长久的吸引力 贸然追风投资开店 只能是看别人赚得多 自己进去就晚了 资博的经济底子 不在于烧烤 而在于重工 化工 机械 医药 纺织 五大产业集群 这才是资博经济的底色 是养活350万资博市民的支柱产业 追风投资 对时机的要求极高 错过时机 就算是风口 也会摔得很惨 小老百姓口袋离本就没多少钱 亏一年 不知道要打工多少年才能赚回来 我会发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